我是她的母亲 我想知道 她欠你们多少钱 给你妈打个电话 让她回来一下 让她们进来吧 请进吧 什么时候借的 这三张借条一共是一百八十万 三年半前借的 现在本金加利息还有支纳金 一共是二百三 她现在虽然没有回来 但是 但是我知道她还不上那么多钱 我们家呢 也没有那么多钱还给你们 那您看 方便先拿出一部分来吧 好让我们回去向公司交个差 等她回来 我们商量一下 再回复你 那好 那我们留一个人下来吧 咱们一起等一下蒋先生 回来和商量上来 那就只能打招你们了 我是蒋太太 你好 你好 我没有这么多钱 你们先跟我去银行 我先给你们二十万 要么就坐在这里等 要么跟我走 先取二十万回去 要么就坐在这里等 要么就坐在这里等 我先生已经很多天没回来了 我也正打算报警呢 好 那就麻烦蒋太太了 我们先取一部分钱回去 明天再来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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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天再来拜访 那我跟安然和英威去吧 给你爸打电话 发短信 告诉他 人家上门催债了 小张 如果学校不是非要回去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陪陪男僧和奶奶 没问题 拜托了 走吧 一会儿到银行 我钱都好了啊 好 妈 妈 回来就 来了 快坐下 坐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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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妈 对不起 我想这事情跟棍雪球样 越滚越大 搞我现在一发不可受 该想办法的我都想了 该找的任务我也都找了 没人愿意吗 要不我先出去见阿姨 对对对 你们别走 你先留下 阿飞 你妈是个要面子的人 你真没知道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除了刚才上门来的那几个 会不会还有人来要见 我叫张安人留下也是为了这事 这几天 陆陆续续还会有很多人 上门来要见 他们 外表看起来很善良 但是 他们上午来 下午来 晚上也会来 用各种方法 逼得你忍无可忍 所以我想 来自 我们先搬出去住几天 搬去哪里住 叔叔的意思是 搬到我们那儿住 你跟男生的地方虽然小 但是是临时的 我们住几天 但是你处理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 奶奶和妈和我住 爸爸和安人住 应该能记得下 你们走 我留在这里 我一个老太婆 她能不能帮我怎么样 妈 我知道你 你不想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住 但 这情况特殊啊 情况特殊 我搬一走 就回不来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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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回来 我们连东西都不搬走 那要不 叔叔 我跟安人先回去 收拾一下房间 你们也收拾一下 自己的换洗衣服 等妈妈回来 你们就过来 好 好 好 快去 快去 对对对 叫那个叔叔 跟我们一起走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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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再见 安心 别哭 别哭 好吗 别哭 好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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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南孙 我觉得让你家里人去我们那儿住 不是个好办法 您是注意一下 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了 你什么意思 你听我说啊 我认为不是个好办法 不是为了我自己 第一 我们住的地方确实不大 住不下这么多人 第二 如果让对方知道我们在校的身份 恐怕会去学校闹 影响不好 第三 我觉得 应该先整个酒店住 我认为我们住的地址 不会把我们住的地址暴露给对方 我下午没事 我去帮你找个酒店 现在好多酒店都可以上租 环境好 还便宜 你听我的 我们先暂时找个酒店住 如果对方再找上门了 最后的最后 再不急 我们再回去 好吗 这样 他们都住在我租的那个套房里 本来租金也是我妈交的 你没有权利不让他们住 你怕惹祸上身 你就自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周禄不认识我们 我跟家里人交代好 绝不打扰你 那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得给自己留个后路啊 是你 不是我 能不带走的就先别带走 南孙那个地方小 放不了那么多东西 剑客的衣服带一套 其他就在家里穿的就好 对了 这柜子最下层 户口本存折 还有房产证 装好一块带走 房产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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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抵押了 好 你们自己就是做房地产的 我也不给你们吹了 这个小区绝对是这个地区 绿化做得最好 物业最规范的 附近还有大学 所以教授啊 知识分子啊居多 出门有红儒 往来五百定 这可以 这还不叫出现 我们现在去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九十平方米 其实两个人说合适到合适 但还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够了 可以一个人 你别着急 我给你想办法 好 拜拜 请问一下你们这儿 有没有更大一点的房子 这一套是九十平方米 钟小姐想要多大 一百三一百五 或者更大一点的 最好能力托入住的 看完我带你去 不用不用 直接去看大的 怎么不过了 一会儿给你吃 走吧 这边请 小心 来 这边请 这边是厨房 一共有三个房间 这个是最大的房间 另外两个在这边 还有这里 建筑面积一百五十六平方米 这里家具 电器 以硬俱全 都是市面上最高端的 AI智能家电 今天早上一家人来看 意向很强 就他了 人家说一会儿来找我签合同 我现在给你签 这边请 谢谢啊 怎么样 搞定没 你以后处理问题 能不能控制下自己的情绪 你这一着急 这不给中介机会了吗 那我听到张安人 不让男孙他们一家住进来 我脑子都要气炸了好不好 那也不能在那儿炸 这也是生意啊 这倒好 人家知道你肯定要这个房子 我去谈 谈半天 一个月便宜两百块钱 谢谢您 经理 你想好了啊 这合同一签 欠两年 不便宜的 公司里没有什么单身小姑娘 像你这样 把大把钱花在租金上的 我这一呢也是特殊情况呀 我二嘛就当做满足一下 我有一个大房子的心愿好了 我最 多跟你好好学一学 多卖几套房子 想什么呢 今天范琳刚来 找过我一趟 告状 让我开个价 他们知道你要走啊 我什么都没说 杨定理 我跟你说就是让你心里有个数 没准过两天 他们也会来找你 你还真要走啊 那让我开个价嘛 估计老叶也没这么容易 让我走吧 那我跟你混 我跟叶锦燃谈过了 谈过了 没体现在合同里啊 叶锦燃这么多年 单枪匹马的 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还没人能动得了他 那说明什么呀 什么呀 不是一般的心狠熟了 没盖章啊 没盖章啊 等几千呢 当晚风缓缓吹进海港 我是苏起的月光 多盼望能留住这傍晚 是否你也一样 你欣赏我欣赏你 进来吧 进来吧 你有求人要放在哪一边 我爱你温柔的光 我爱你 那就是你 你也在你 你也在哪一边 总是无差 就这儿阿姨 瑟瑟 你先 奶奶就这儿 我知道南三家太远了 您肯定不愿意住过去的 刚好我租了新房子地方大 楼下还有花园和超市很方便的 谢谢 瑟瑟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住两天就住 你说是不是巧了 我本来还嫌说这个房子太大了 一个人住空荡荡的呢 你们就搬过来了 叔叔 谢谢你 叔叔 你们别跟我客气了 从小到大我也没有少麻烦你们的 那 南孙 我们拿行李 叔叔 阿姨 你们带奶奶先上楼 楼四楼 左边那间 门没有锁啊 好 小心点 谢谢 你不用信 去吧 去吧 好 好了 谢谢啊 谢谢 我在你家住这么久 你也没让我说一句谢谢啊 你没告诉我爸妈 张安人不同意我们住过去 是我盛情邀请你们过来住的 希望情况不会再差了 明天又会新的一天 叔叔阿姨 这间房间最大给你们住 奶奶 我带您看看 这个是厨厅 这边是客厅 那间房间给您留的 阳光最好 这床单备照 你们都拿过来了 没有 是新的 南孙说您就习惯这个牌子的床品 我就给您买了 是的 这种布料质地好 这些东西是不能随便买的 奶奶 我在那个桌子上 给您放了一面镜子 您可以当梳妆朋友 可以的 可以的 你费心了 应该的 奶奶 我来的时候还担心 他们说我麻烦 难伺候 但是 这是一辈子的习惯了 你要是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就知道好多东西是改不了的 奶奶 我就喜欢你这个习惯 我从小到大就长在一个 没有规矩 没有习惯的环境里 什么都是怎么实用怎么来 怎么方便怎么来 我就喜欢你的习惯跟规矩 知音 这晚上吃什么呢 你是不是觉得我问得很奇怪 我自己也觉得我问得很奇怪 阿姨没带来 这一天三吨饭总归是要吃的呀 那我们今天先简单吃点 以后再慢慢来 好 我试试 我帮你啊 不用 你帮得了我今天 帮不了我明天 我这打麻将的手 也一定能够做家务 好 这蛋看起来不好看 但是 吃起来还是荷包蛋的味道 你妈第一次做饭 人做这样的已经算不错了 如果吃不奇怪的话 过几天我们回去 再把家阿姨给请回来 今天这个饭水放得太多了 下一回我少放一点 这些都是第一次做 肯定也做得不好 以后 以后会好的 妈 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了 我要吃两个荷包蛋 你要是天天做饭 你要是天天做饭 我每天回来吃 阿姨 我就爱喝粥 不爱吃米饭 就你自己贴 妈 吃饭啊 奶奶 你不吃饭的话 喝点汤吧 我喝不下 那我给你挑个荷包蛋 长得好看的 我不想吃 多少吃给妈 奶奶 奶奶 你要是今天没有胃口呢 那你可以不吃 但是你要是嫌弃这饭菜不好 那我劝你还是要吃一点的 因为这几天 甚至以后很长时间 我们都是吃这些的 可能会好一点 我妈的厨艺会长进你 奶奶 大家都希望一辈子都过好日子 但一般来说 总有波折的 你们二十多岁 五十多岁 我七八十岁了 阿姨 阿姨 好吃 吃好吃 奶奶 奶奶 这个是王嘉莎的小馄饨 南村去买的 知道您爱吃 您晚上也没吃什么 吃点吧 你去把南村的妈妈叫来 好 奶奶 阿姨来了 妈 从明天开始 我教你烧饭做菜 我年轻的时候 会做好多菜呢 爸 你去哪里 朋友借了点钱 我去拿去 我陪你去 我去拿钱 你陪我干什么 我怕你走了又不回来了 我妈 我老婆 还有我女儿全都在这儿 我怎么可能不回来 即使一分钱都借不到 即使真的倾家荡产 你也必须要回来 省得我们还要 费心思去找你 今天走到这个地步 是你造成的 无论任何情况 你都没有理由躲开 把这个烂摊子交给我 交给妈妈和奶奶去面对 我会回来的 给你打电话 你要接 接 我会接 爸爸我没那么脆弱 我会接 好 我去拿钱去吧 我问你 要是把房子数回来 你还要还给银行多少钱 你以前多外 我可能更多 这么多钱 多少钱 我要收一个家财外 我帮你爸爸就好 要是房子真的没有了 家里的钱也没有了 我妈和奶奶 包括我爸 这辈子都没有正经上过班 往后的日子 那是问题 还有你跟张恩仁啊 还有我 好 不好意思 范秘书 你今天也正不晚啊 我七点钟就到公司了 那你在这儿 等人呢 等谁啊 等你 范秘书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不 是叶总找您的事 叶总找我 对啊 你看你一天就卖出两套房子 你拉手得很难住所所 所以叶总找我 可以这么说 那还好 吓死我了 我以为他要找我训话呢 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卖房子 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 那你卖东黎和在自由市场上卖保健品 有什么区别吗 他的专业性质又体现在哪儿呢 如果你有本事 那么长得漂亮 这是锦上添花 但是如果你没有本事 你只有漂亮 还自以为是 那你就是愚蠢 因为这个市场啊 从来不缺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因为她们就像生产线上的可乐一样 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然后摆在货架上 任人地挑选 明白吗 我给你个建议好吗 从下周一开始 你跟范秘书 到各个部门转一转 看一看 实习一下 我觉得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对你今后会很有益处 说话呀 叶总 我不想离开销售部 为什么 因为我想赚钱 谁都想赚钱 赚多少算够啊 越多越好一千万 多少 一千万 叶总 你胃口还真不小 一千万 不小 沈局长 你好 那项目我们感兴趣啊 我们项目部一直在准备着 对啊 在做方案 是啊 姓王的 哦 没关系 实在不行我们就让利呗 我们是志在必得 到时候看情况呗 请谢谢啊 沈局 再见 杨柯 马上要调离销售部了 恐怕将来你在那儿 也不会这么顺风顺水 上哪儿赚一千万呢 他要走 嗯 什么时候他没跟我说呀 是他跟你们说的吗 下周一新的销售部经理 就要到位了 杨柯升副总了 他不走 不走了 杨柯是个人才 有很多公司想挖他 可是目前我们集团呢 还理不开他 利益置换呗 你没必要知道这些了 总之 我们是把它留住了 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这样 半年之后 我答应你回销售部 行 多听您的 叶总 走吧 我去人事部交代一下 走 不是说周一吗 叶总说周一啊 我先把手头上的工作处理一下 我跟你说啊 周总总 叶总说是建议 但他那是客气话 实际上就是命令 所以要明白啊 这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您您清楚自己 知道 知道 你先别说 坐 早餐的时候 我跟老叶谈妥了 我不走 不走 还是分管销售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原有销售部我的人呢 要想走 我给安排好去处 想留的 只要我再经验一天 我一天就是你们的靠山 还是那句话 提要求 之前买走十二C的那个陈总 你能不能跟他商量一下 换成十一C或者九C啊 给个理由 十二C我就还可以卖给谢洪组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多卖一套 我是说我 那陈总是老叶的朋友那天 你也看见了 有点难呢 那我跟他谈 我就找到有点好了 那我要是你 宁肯劝谢洪组 拿九C或十一C 那 销售提成 你能不能尽快给我 你就是在卖十套房子 对于蒋南孙家来说 也就是杯水车薪 我一杯算一杯 西红柿炒鸡蛋 这才像个样子 过一天日子 就要是一天的样子 今天不做饭了 明天不出头了 衣服也不运了 那才是没了家 没了生活呢 等吃好饭 我去学校找张安人 把座的那个房子退掉 应该能省点钱 他虽然是你的男朋友 那咱们也没有必要 非要让他做这个做那个 做人的姿态 总是该有的啊 我懂的 能跟你叹什么气啊 你爸一出门 就算锁锁回来 一屋子都是女人 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这倒是真的 要是有男孩子 他能挖矿寻宝 我不行 他能点湿成金 我也不行 我们蒋的家 就是缺了这么一个救世主 但是奶奶你要知道 造成今天这个状况的 不是我们任何一个女人 而是你的儿子 这个家里唯一的一个男人 而帮上我们忙的 不是那个叫张安人的男人 而是个叫朱索索的女人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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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爸爸来找我了 他来找你干吗 他还能找我干吗 他问我借钱 你不知道他来找我了 不知道 你不要理他就是了 男尊 这里是学校 你爸爸去办公室找我 当着所有同事人面跟我说 说他是你爸爸 他想从我这儿要钱 还问我我爸妈那儿 还有没有钱 还说我们的房子 能不能做抵押贷款 他不是因为得了病 有什么急事需要用钱 他是炒股赔了钱 炒股和赌博有什么区别啊 你说在办公室里面 我这钱是借的还是不借的 当着那么多的同事 我应该怎么办 那你是借 还是不借呢 或者 你家里有没有可能 帮到我们一点 男孙 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啊 我每个月就那么一点工资 拿到工资 我还要还我们房子的房贷 我父母也没有多少积蓄 那都是他们为了养老用的 这钱如果借给叔叔 叔叔要还不了 那我父母的后半位子怎么办啊 既然没有一点损失 你何必那么激动呢 你是觉得被同事看了笑话吗 破坏了你在学校营造的成功人士形象 大家都觉得你爱情事业双丰收 一方面赢了王永正终于留校 一方面娶了本地有钱人家的女儿 我爸这一来 让你被看笑话了 话不能这么讲的 家丑不可外扬 你我是一体的 在外人面前 我们保持一点好的形象 这件事情有错吗 是我爸不好 他对我男朋友估计错误 他是一个 有点天真的人 尽一度地包含 你这是在和我赌气 你不要跟我出来 更加不要拉拉扯扯 让人家看到又要拥损你的形象了 我想我是在这一天 见完张安人 走出建筑系办公楼的这一刻 匆匆告别了我单纯的写生时代 芳草鲜美 白衣飘飘 不知疲倦的还是山盟 懵懂得以为自己已经尝遍了酸甜苦辣 并不知道 命运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未来山崩地裂时的考验 而且并没有寻找 而且并没有寻找 并没有寻找 并没有寻找 蒋南孙 等家上 坐坐坐坐 坐坐坐 本来是有好消息来给你呢 可是刚才又听说了你父亲和张安人的冲突 也知道了你家里现在的一些状况 我希望我的好消息 多少能带给你一些安慰吧 是我考上了您的博士生吗 虽然是医疗之中的事情 但还是要恭喜你啊 太好了 终于可以做您的学生了 这红帮 还要过两天再放出来 我提前告诉你 就是想给你鼓鼓气 生活 不是只有不如意 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 你父亲和张安人这一闹 戏里面就都知道了 王永正特地给我打来电话 问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包括我一来的学业生 倒是你们这么想着我 事不关系 就是困棄则乱 其实是到最后啊 都还是要看你自己的 我知道 我会处理好的 你处理不好的 时间我会处理好的 不用白着急 江老师 尸�总 你是不是疯了你 你居然自己给叶总的朋友打电话 你还让人家换房子 你快出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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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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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你待会儿 你就是给叶总好好道了歉 给叶总的朋友也好好道了歉 那这事也饶不了你 进去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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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吗 怎么你的事情没完没了呢 叶总 我就想着 我要被调到其他部门 跟着范秘书轮转 我就不能再卖房子了 我就是想挣钱 能挣一笔是一笔 这钱就是这么赚吗 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 您的那个朋友听起来好像 有很多房子的样子 他去看样板间的时候C户型 他也不问几个阳台 几个卧室 嘲笑什么的 他都不知道 也都不问 停 人家有一万套房子是人家的 说好了给人家C户型 这十二C就得给人家 你就是买豆腐 值哪块你也得卖哪块对吗 诚信 什么是诚信呢 诚实和信任 对吗 这是最基本的 可是你呢 对不起 叶总 爱帮 Run 我都已经找到了 她就有得的